大家好,Mabel告诉你,今天跟大家分享 泡发南非大肝包 今天这个鲍鱼是南非网包 一磅有三只,又叫做三头包 这个是竹缸的,鲍鱼竹缸 这些鲍鱼的鲍鱼已经看到了 而且听到这些鲍鱼的鲍鱼 这些鲍鱼的鲍鱼只要浸水也要浸水 最少也要10天 我们今天不泡发竹缸 因为竹缸已经干了很久才会干 如果大家珍藏鲍鱼的时候 让他們干干干了才会愈来更美 我们今天跟大家泡发的是 用这个八成鲍鲍鱼 又是叫干包 我们选择鲍鱼 这些鲍鱼的中间都是腰圆背后 这个鲍鱼是很美的 这些鲍鱼我们浸的时间会浸小一点 浸泡一个星期 因为现在差不多过节了 又过春节又新年了 我就泡一个大鲍鱼给大家看一下 有些人很喜欢大鲍鱼的 其实有时候家庭吃 你又可以看你自己喜欢的尺寸 小到100头的也有很多人喜欢 大到2头3头 也有很多人喜欢 但是这个你会用很多时间去做 我们今天就会拿三只开始泡发 这里拿了三只 不是算最大只的 已经是一磅了 这些大鲍鱼 我们吃鲍鱼很奇怪的 咸鱼白菜各有所好 有人就喜欢大 有人喜欢小只 所以大小的煮法都是近似 但是时间掌控都不一样 而且方法也有很多 这三只鲍鱼已经比较小 这些鲍鱼更大 还不止三只一磅 鲍鱼其实很多是能够消费得起的人 最爱好的东西 因为鲍鱼有一个很强的滋阴补的功效 所以很多人吃开鲍鱼 就是很坚持地吃的 而且它的口感 你也是吃到很丰富的满足感 很多人常说 为什么要专程做鲍鱼做这么久 你都要做来吃 其实你就吃了你自己感觉的满足 食物有时要求到层次的时候 你就说满足了 不是说你什么时候可以饱肚的 现在鲍鱼又平民化了 所以大家又在电视上可以跟很多人教学 其实多了很多美食 所以我们现在做美食的时候 很感谢他们做美食的视频 因为做一条视频是经过很复杂 很多东西做的 而且它可以展示给大家看 其实个个都是在奉献给大家多些东西学的 如果你觉得喜欢的时候 你会很感谢那些人 其实呢 有时他们做错了 你们都要见谅一下 个个做的东西 他们都是把自己认识的 给大家分享的 今天我们就来教我们大家 泡发这个大鲍鱼 现在第一天浸泡 这个南非大鲍鱼 我都是用了六只 因为客人又要 我自己又要吃 做三只又是这么多时间 做六只又是这么多时间 所以我就选择 今次做六只 这里是两磅 我们第一天就要先浸清水 一直浸到这些咸味 和这个鲍鱼会软身 就为止得了 这个鲍鱼它不是足够干 就先浸它一个礼拜 是大约的时间 这个水一定要过了这个面 用清水 每天都要勤换水 现在我把它放回冰箱浸 现在它已经开始涨了 这些鲍鱼很大 再浸多一两天才洗干净 再浸 这些水全程都不要了 我每天换水 现在浸了五天的鲍鱼 今天我把鲍鱼洗干净才再浸 因为不可以把它太垃圾来浸 怕它的味道不会太好 今天鲍鱼已经在这里 全部按到软身了 再浸多两天就可以 应该可以煮得了 现在已经按到进去了 整个鲍鱼的清洗就是洗裙边 和这些缝的位置 和这里有一个叫沙咀 我们一定要拿出这个沙咀 这里有一扇东西在里面 这些大鲍鱼很多 最好拿个牙签 硬身的牙签去捏出来 如果这么大只 你可以用手或者其他工具都可以 用手把鲍鱼洗干净 而且要彻底拆干净 这些位置就是鲍鱼的沙咀 这个很大只鲍鱼里面 很多 很多这些沙咀 你看一块 所以要努力 如果这个洗不干净 整个鲍鱼的味道完全不好吃 就是洗一个位置 这样就干净了 一摸下去 是通通干净的 这样就可以了 洗些大鲍鱼 真的不同 那些小的 这个位置都要通过来洗干净 用手全部摸干净 这样才是干净 要好好努力 徹底洗干净 这些内脏的位置都要拿出来 我们鲍鱼刹 有名叫鲍鱼刹 就是硬的意思 用到这么硬的 长的这些中型的刹 就是叫鲍鱼刹 很硬的才洗得很干净 现在所有鲍鱼的边 都被我刹得很干净 你看原来的一只鲍鱼 那些鲍鱼是很 它是背壳位很骗的 不可以在最软的时候去洗它 而是等它开始软就可以洗了 这些鲍鱼刹进去的时候就可以洗 彻底洗干净 再整个干净了才可以 用鲍鱼刹拆完之后 这些皱节位全部都干净 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位置中间一定要凸干净 这个鲍鱼吃起来很香 没有异味 这个鲍鱼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它现在大了,我就换了一个大的碗来浸 洗这个鲍鱼洗了很久,洗了我都差不多有30分钟 这些全部拆干净了,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浸鲍鱼的水一定要多一点,开过鲍鱼 今天山头的南非鲍鱼浸了有7天 其实还可以再浸多一两天,但是不用了,因为有点软了 我们捏这个位置,捏到下去,可以按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再浸久一点 因为这里有6只鲍鱼,这只有一点实 5只都可以了,但是这只特别厚,特别实 就不等它了,所以要一起炆了 如果再等这只,就因为太久时间 但是很容易的,煮鲍鱼,所以就可以了 因为都浸了有7天了,就今天开始炆了 我们炆鲍鱼的材料,今天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这里的材料,我就用了1磅半,就是那些比较肥的排骨 这里就是两只鸡,我斩了腿来炖骨 其他肥的位置,就全部拿来炆鲍鲍鱼 这里的鸡脚,平时存起,又是流来炆鲍鲍鱼 这些脚趾就最重要是斩了,就让那些胶质流出来 今天的鲍鱼就是用这么简单的就可以了 鸡翼的位置都够油了,不用太多材料去炆鲍鱼 如果你想像其他那些教法,就说炆鲍鱼也可以 但是我是用一个最简单的,让鲍鱼汁很纯的方法来做 每次我们飞水,如果是有油的肉类,我就一定是用冻水来飞 放几片材出来的姜片,就用来去腥味 现在凉水煮滚,等到起泡,飞水过程就可以了 这些肉,飞完水,记得清洗干净 我做的东西全部都喜欢清洗干净的,不论有油也好,都要洗干净杂质 这里把肥脚和鸡翼的部分,鸡颈都放在底部 今天我们用了一个慢炖的瓦煲 用这个瓦煲来炖鲍鱼是很简单的 里面我放了两个竹垫,这个竹垫就防止它黏底 这样很容易就把底部砌好 现在我们放几块姜片 鲍鱼就砌在中间,然后我们就把剩下的更好的肉 砌满它,这个鲍鱼是不会干水的,因为这个是慢炖煲 这些肉就多少都没所谓,大家不用担心肉有多少 你砌不完的话,留来可以炖菜或者煲汤都可以 尽量砌得完就砌下去 所以买肉的时候,大家说要买多少呢? 其实不要紧要的 有些肥肉下去,它炖出来就更香 现在鲍鱼就砌好了,我们的肉都放了很多 这里就可以下热水,可以下冻水 现在我就喜欢下冻水 冻水下去,它要4个小时才会滚得起 这4个小时你都不用算那些时间了 就一直等它煲到整个鲍鱼够软了才行 现在就加满那个冻水下去 就可以等它慢炖煲慢慢煲 那我们现在将那个慢炖煲放在一档那里 然后呢,它就4个小时之后 它就会慢慢滚了 那你喜欢什么时候滚都可以 那我就没有计算那个冻水的4个小时 然后呢,全程我就煲了30个小时 那这个大鲍鱼就完全已经是对的口感了 如果你们是用其他的小鲍鱼或者品种不一样 那自己就差不多就用竹签去刺一下就可以了 冻水开始计算,现在炖煲了15个小时 它现在一直是滚着的,但是它没有干水 所以这个鲍鱼是比较喜欢用来炖煮的 现在鲍鱼煲多了10个小时 你看这些热度很足够的 但是水就基本没有怎么干到 那现在拿鲍鱼出来看看 鲍鱼发酱了很多 加热的时候呢,它会发酱的 那因为不用看火的缘故 所以我们有空就 如果有人在家就开了它 如果是去上班呢 就把它关掉它 那它就保温保多5-6个小时 都还是很热的 鲍鱼这里又继续煲多5个小时 那现在就用牙签刺下去 刺到最厚的部分 那现在牙签已经刺得入了 那我们就将这些挑好了 是软的 其中有4个已经可以拿上碟了 那剩下还有2个 我们轻轻再煲多一点点时间 让它6个都均匀地软透了 就可以调汁 这个三头包现在它完全就很软了 那你看看 脏了上来 而且很软 这个就是已经是煮好的鲍鱼了 它现在是整个都脏了 很漂亮的 这些先做好的鲍鱼 就放上来 等它冷却了 冷却了2个小时 颜色又开始漂亮了 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到冰柜那里 代用它 我今次用了这个方法 就是先将鲍鱼煮好 然后我再将瑶柱火腿和果皮 放在剩下的那些料头里 和汁一起煮到它出味 现在就将这些料头 放在这些煮过的肉类 这里的汁里面 然后开个慢火 它滚的时候大概4个小时 它滚起之后 再煮一煮就可以了 现在这些肉类 就捞上来 就不要倒了它 可以做二汤 这个二汤 就用来 绿粉面 或者绿菜的时候 很好用的 我们做鲍鱼就不要这个二汤 这六个鲍鱼就是先后次序 将鲍鱼快软的拿出来 未软的我就煮透了 然后最适合就放在冰箱 放在冰箱的普通冷藏之后 再拿出来挥在鲍鱼汁里 就比较好吃些 和够软 这些肉类的鲍鱼汁 这个是很纯的鲍鱼汁 这次我后面加了火腿和瑶柱 它有咸味的 所以很简单 这次只加了蚝油就可以了 用一个最原味的方法来做 首先加一汤匙的蚝油 先试味 如果是觉得它适合 如果不够 再加多一点 这次放入鱼汁 这次放入鱼汁 这次要求原味 所以我加了1汤匙的蚝油 已经足够了 但就差了一个甜味 它有很浓的鲍鱼味 但是就要加少少冰糖 我用了很少的冰糖 放入鱼汁 放入鱼汁 冰箱 放入鱼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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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鱼汁 现在的鱼汁 冰箱很漂亮 这里的鱼汁 先剪一部份的油脂 吃起来就会比较好 到时我们打完鱼汁之后 如果有些够咸 再加少少糖 如果適合味 就不用再加了 够软身的鱼 这些鱼汁 我们就不再用高温去煮 现在我们就注重推的方式 这里把鲍鱼鱼 把鱼鱼鱼鱼 把鱼鱼鱼鱼做到 纯的鲍鱼汁 为什么喜欢自己做鲍鱼汁呢 因为中间就不用再用 任何保鲜剂 或者其他调味的东西 我们就喜欢自己家做些纯正的东西 其实这个鲍鱼汁已经很漂亮的颜色 今天为了煮给客人的鲍鱼 我就加多了一小茶匙的老抽 让它更浓 如果我自己吃 我完全可以等它圆色就可以了 我放很少很少 调一下 那些材料煮完之后 鱼汁我们通常都会做二汤 煮了二汤之后 就要鱼汁和去油 最重要 就流利用来绿粉绿面 或者绿菜 都很好用的 那就不用再用其他那些鸡粉未蒸 那些的了 这个放齐了火腿和瑶柱的汁 就放好调味了 现在就煮滚 就不要再去慢慢煮鲍鱼 然后呢 就将煮好的鲍鱼 就现在放入滚了的汤汁里面 浸透一晚 现在的三头包就完全做好了 我们浸了一晚 这个鲍鱼的汁 很圆润的色澤 和很漂亮 那现在呢 就和大家看一下鲍鱼 怎样推 我推一只鲍鱼 给大家看一下 上碟可以吃的过程 鲍鱼汁已经滚了 那我们就将鲍鱼放进去 如果你急凍拿出来的鲍鱼 就尽量让它自然解冰 才开始推 然后推它 那我们就这样淋一些汁 淋到鲍鱼脏身 那我们先为止 鲍鱼 你再用牙签刺一刺 它是很松软的时候 那这个鲍鱼就推好了 那我们再另外挂汁 这些就是说你自己的心思 那如果走楼做给你 那他们真的做了很多功夫 那我们就这样推热它 其实我们这个鲍鱼 现在就要不停地移动它 你不能固定一个位置 那就用中火 慢慢推热它 如果煮花枪 煮海芯 其实都适宜是推的 这些高级的东西 就是你越煮它 它越硬 但是你这样推它 它就很漂亮 推到10分钟 这个这么大的鲍鱼 我们都看到它脏身 这个牙签的作用就很知道的 一放下去 轻轻地拿出来的时候 这个鲍鱼的质感就是很漂亮的 那现在我们开始挂汁了 这个碟 就要两只好一点 在底下已经坐热了在炉上面 现在鲍鱼碟很热的 那这个是最好食用的方法 鲍鱼放上去 现在将鲍鱼汁 就打三粉蜆 下去 要关火 然后就打三粉蜆 就要分批下 如果这个时候浓缩了的汁 如果咸就加少少糖 如果適合味就不需要了 打三粉蜆就不要太大火 拿轻轻打下去就可以了 调好的汁 就可以用碟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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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这个叫挂碟 挺漂亮 和自己在家享受一个这么漂亮的鲍鲍鱼 非常满意 希望大家喜欢 这个鲍鱼很容易做的 稍后再教几款做鲍鱼的方法 因为鲍鱼有很多种方法 都是煮得很好吃的 这里只是其中一种 大家喜欢哪一种 煮开了 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煮 那我们现在开餐了 我就不喝酒 放了一杯酒 美酒佳牛 自己做 自己吃回自己的产品 哇 软糯到 这个鲍鱼的口感 挺漂亮 我们切鲍鱼这么大 打长切 可以一人一半 整个鲍鱼每一个位置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原色的鲍鱼 原色的颜色 挺漂亮 看到的软滑 分了一半给你的 另一半朋友吃 你就知道鲍鱼多值得做 哇 很松软 还有很有质感 切下去 挺漂亮的鲍鱼 我自己做鲍鱼挺容易 加上最纯的鲍鱼汁 中间一点都没有其他东西 很香 闻到鲍鱼 大家自己学下做食物 真的非常有价值 嗯 整个鲍鱼很软很软 不用炆那么久 原来这个鲍鱼真的很容易炆 够软軟 很香 很浓 很满足 一个人应该吃不完 这么大的鲍鱼 可以两个人吃一只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